而且他很會做菜 雖然交換過了三年 他再也沒有煮給我吃 對,這個是剛開拍前 他跟我說的最關鍵點 他說因為他在交往期間 他很常煮菜給他吃 不是很常 漸漸的減少 如果是吃到有一個人 幾乎天天煮這樣的食物給我吃的時候 那我可能真的會愛上他 我會覺得說太厲害了 我們要準備吃午餐 我要做海鮮燉飯 所以我們會用到 干貝里蝦子 頭蟲カラマリ 蛤蜊 蝴蝠 我們要做的是燉飯 是因為要給你看 整整的燉飯要怎麼做 你就知道要怎麼去判斷 這家餐廳的燉飯真的是很高低的嗎 首先第一個感覺料很多 料非常的多 所以第一個要知道的是 義大利的燉飯一定很貴 成本也要很貴 就是你要到餐廳一定要六百七百塊 因為我們用的食材 還有我們用的時間會很長 那要做燉飯有三個 就要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要準備高湯 這個是你今天來之前我做 然後我們用蝦子的頭跟蒜頭 歐芹 用蝦西里用甘油炒 然後呢 因為我們用壓力鍋 所以我們用大概三十分鐘的時間 那如果我們有壓力鍋 需要兩個小時的時間 慢慢熬湯 原來 OK 所以這個我們已經完成了 那現在我們要做的是 要把它打成泥 再來我們要過濾 所以我們先做了那個蝦子高湯 然後呢 我也會準備一個蛤蜊湯 兩個湯 兩個湯 為什麼我需要那麼多的湯呢 因為我們要燉飯 需要足夠的高湯才能燉 哦 我懂了 所以就是用這些高湯 再把生米加進去之後 再煮 然後開始燉 那這個食物真的是會花時間到嗎 我們煮咖哩湯的同時 我們要開始炒透抽 我們需要先把芹菜 紅蘿蔔切碎 然後炒 炒完了之後才可以炒豆抽 那透抽我們要切 那再來我們會讓它慢慢炒 大概需要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要讓它變成金黃色的 下一步我們需要拿 啊 擺葡萄酒 這麼大的酒杯 酒杯就需要那麼大啊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我們需要 新酒 哦 不是開喝耶 它是為了煮菜 哦 要倒酒進去了 哇 剛剛是為了喝 是為了喝吧 是為了喝 等一下我們會用來料理 等一下 因為要先確保 它的味道OK 才可以用來料理 哇 我真的被騙了 我以為它真的要煮菜用 它喝的比加進去的多 我同意一堆 所以做菜是一個喝酒的一個好藉口 哈哈哈哈 有這個好吃的燉飯 第一個非常重要的是高湯 再來是要用的米 一定要用意大利的品種 有兩種可以用 一個是 因為是C開頭 所以很多台灣的廚師把它叫做C米 或者可以用另外一種叫做Arborio Arborio 因為它是英文的A 意大利文的R開頭的 所以也叫做A米 所以意大利的米有什麼特色 第一個會看到它的形狀 跟我們的台灣米一樣 它米比較小 對 而且是胖胖的 看到了嗎 那我們先需要乾炒 這個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為什麼要有這個步驟乾炒 因為就是意大利的米的外殼 非常硬 所以透過乾炒 我們可以讓它變得稍微軟一點 然後等一下我們加高湯的時候 它才能吸收 喔這邊也加酒 順便再喝一點 順便再喝一點 對 好 打擾在地人計畫 其實照理來說一般是一支影片結束了 如果還沒看第一集的人 就先去看第一集再回來 為了吃到這一菜 少所以花了50分鐘 因為那個煮湯 對,高湯就超過一個小時 這燉飯跟我平常看到是完全不一樣 首先,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是燉飯一般是不會有這樣的擺盤 再一次感覺到是什麼 意大利人是不是很重視儀式感 眼睛也要覺得好吃 不僅是味覺而已 所以你知道剛吃完早餐之後 要幫他們收這個餐巾的時候 我都不好意思亂收 我怕哪邊就哪個環節不對 讓他就是 有什麼樣子 不會 我背後才會這樣 一般意大利人吃這個燉飯 都加這麼多料 因為重點不是飯 而是 要吃那個料 對 所以如果這個是海鮮燉飯 我想要吃到的是海鮮 然後他雖然剛剛說 比起米海鮮更重要 但是他米是很講究的 他一定要用意大利的米 對,沒錯 因為如果我們用 比如說台灣的米做燉飯 不是說不好吃 但是問題是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燉飯 我們可以等10分鐘 米都不會變形 但是如果我們用台灣的米 就會變形 因為它的結構就是完全不一樣 再來 白酒 我們用了白酒 這白酒就蠻好玩的 我在旁邊看 他這個一小時之間 他喝的酒比倒進去的酒更多 因為需要打發時間 我覺得有一點無聊 而且廚房很熱 沒有冷氣 所以不得不 而且這個白酒真的非常順口 好香喔 趕快來吃吃看 這個他花了一個多小時來煮的燉飯 對,來吃吃看 好 那我來吃這個 Galamari Galamari,對呀 很完美喔 哇 很棒 好吃喔 我們需要感謝 Sara 因為她昨天去國菜市場 賣新鮮的海鮮 對嗎 這真的很好吃 謝謝你 這是我這輩子吃過的燉飯裡面 最好吃 感覺過去吃的燉飯全部都是假的 好,太客氣了 不過說實實話 真的耶 哇 而且有不同的 又有不同的層次 那才這樣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讓我很感動 你要 這個是我這一輩子吃過的 最棒的燉飯 那我這樣頭也紅了 然後重要的是你的表情 要吃這種 好,要一下 對呀呀呀 就這類的 哇 這個是我這一輩子 我吃過的最棒的燉飯 好,剛吃完 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 海鮮燉飯 讓我突然對她 有一點尊敬的心情 我們再來訪談一下 兩位的故事 我們互相認識的時候 你們兩個已經就是結婚的狀態了 對 你們兩個結婚已經多久了 九年 九年了 OK,好 好,那我可以問一下你們兩個是怎麼認識 她從義大利來台灣的時候 我從巴拿馬來台灣學中文的時候 我們就在教會認識 然後在教會裡面就突然彼此來電 這樣子來電 Yes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們認識很快就喜歡 然後認識兩個月的時候 她向我告白 有想法要快 那我可以問一下你們彼此是看上了彼此的哪一點嗎 因為我在吃到她這一道食物之前 我覺得她就幹話一堆 Oh no 好壞喔 是不可以是這樣 對,她就感覺到這個人 就一直在嘴巴 一直在嘴巴 我有很多隱藏的美的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到 對,有時候她講話就覺得 說了什麼廢話 所以那時候你是看到她什麼點 除了她很帥之外 這個很重要啊 我喜歡她很誠實 很坦率 哦,坦率啊 我不喜歡委婉 然後看跟誰在一起就當怎麼樣的人 所以那時候你看到她的坦率的那一面是什麼 比方說自己的尷尬的過去 有些人會決定不要說 可是她會把很多一般人不會講的東西告訴你 好像沒什麼事 所以跟她聊天的時候 常常會覺得 哇 這個人怎麼這麼說 很真實 就是完全就是不在意她 就是透明的 她的缺點這樣 對對對 因為她不覺得她自己有缺點 她覺得自己很完美啊 雖然很多人這樣說 我不認為我完美 開玩笑 而且她可以笑自己的缺點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之下愛上了她 那當然也是因為她非常乾淨 乾淨 乾淨 其他的人是髒髒的是不是 有的人提問很重 我很潔癖 所以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我吃蒜頭不是太多 有時候會流汗 要小心 其實我覺得確實是 因為我認識她之後 她絕大部分都是穿著襯衫 西裝 國中的時候我就是打零帶去學校 還有我父母原本他們是賣衣服的 所以我父母對這個很在乎 他們也都很帥 所以國中就想要穿著襯衫 後來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的教授跟我說 拜託不要繼續打零帶穿襯衫 你會給我壓力啊 因為穿得比老師還正式這樣 所以這一點吸引了你 她總是會把自己打理得乾乾淨淨 對對對 而且她很會做菜 雖然假換過了三年 她再也沒有煮給我吃 對這個是剛開拍前 她跟我說的最關鍵的點 她說因為她在交往期間 她很常煮菜給她吃 不是很常 漸漸的減少 如果是吃到有一個人 幾乎天天煮這樣的食物給我吃的時候 那我可能真的會愛上她 我會覺得說太厲害了吧 我們第一次就是一起做菜 然後是在朋友家一起做菜 那時候要交代他家 然後我做了卡拉摩納 是意大利非常有名的道菜 後來他幫我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很有 有默契 然後就被騙了 對 結果結婚之後就越來越不煮之後 現在基本上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你煮的這樣 對 不過因為她知道做菜的辛苦 所以她會很珍惜 因為她其實主要去外面工作賺錢 還有教科賺錢對不對 所以就是很多時間 其實時間上有點不夠 她就算想要煮菜 可能時間也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交往的那個時候 我們也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以後我們結婚 她想工作嗎 還是她想要留在家裡 所以我們後來那時候想到 如果她決定留在家裡會更好 因為我們這樣可以天天在一起 放閃 所以後來因為我的工作的一些發展 我原本是開一個顧問公司 所以我常常需要出差 都在外面 但是後來因為Sara她不喜歡我常常在外面 我不陪她 而且有時候我到高雄出差 然後她打電話 我這邊一個人 怎麼辦 我可以下去嗎 所以後來變成她不要我 我突然想喝酒 展場在外面 被放閃閃瞎了 對 沒有 我的意思是因為有一個蟑螂 對啊 她電話給我 Johnny 有一個蟑螂 怎麼辦 我忍在高雄 我可以做什麼呢 拜託 後來因為我有時候帶她陪我去工作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開一些廚藝課 她的道工非常厲害 因為她也有這方面的背景 後來她發現學生很喜歡上我的課 所以她跟我說 做生意不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老師你一定會做得很好 但是那個時候我非常的擔心 因為教書你知道 真的我們很辛苦 然後累積足夠的學生 然後你有一個系統 真的很不簡單 所以後來我跟他說 OK我很喜歡教書 因為其實我的專長是教學 我念的是這一方面 教材設計 課程設計 但是有可能我們會賺的錢不夠 怎麼辦 但是她很願意支持我 所以雖然那段時間 我們收入真的很低 低到就是我們不到三萬塊 但是因為她支持我 我才有辦法 現在建立這個系統 我有我的教材 忽然真的很難 但是這個是我們一起 達成的一個目標 所以這個也可以讓我們夫妻變得越來越有默契 而且我們每天 一整天都在一起 所以誰叫你問這個問題 那麼尷尬的問題 但是她剛剛其實有講到說 她其實在一起一段時間之後 就其實分手了 對 那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我先告白 那我忘記問她一個很重要的細節 就是她幾歲 那時候Sada 18歲而已 所以當然她父母 然後我哪兩歲 那時候提幾歲 我那時候24歲 快25歲 那當然我可以了解 她爸媽就覺得說不行 父母有點擔心 你不需要那麼多錢 所以我原本要帶在台灣學中文 可是變成我的家人把我移動到手動 所以後來我們大概有兩年的時間都沒有聯絡 然後後來咧 我就一直等好事情可以跟她聯絡 可是我媽媽一直陪著我 然後有一段時間幫她媽的一些事情 然後媽媽回去 所以我一個人 自由了 這是什麼愛情劇嗎 是然後咧 大概半年後 還有我的一個朋友 共同的朋友 讓我知道其實她跟我分手 不是因為她不想跟我交往 是因為其他一些因素 所以我想到今天說 我有機會 所以我準備禮物 然後準備了一張卡 就是只要你跟我說 我會坐第一班飛機去廣州看你 然後把這個禮物交給她的共同的朋友 因為這個共同的朋友要去廣州 然後這個朋友居然都沒有去廣州 因為她去香港玩得太開心 但是我都不知道這個故事 一直沒消息 對一直沒有消息 所以當然我覺得這個 她真的是在騙我 對不對 在玩弄我的感覺 我的情感 玩弄一個完美的意大利男人 對對對 所以後來有這些誤會 所以當然她會 所以在那時候覺得應該沒有機會 我已經放棄了 然後結果後來你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寫信給她了嗎 然後後來她去 她去法國旅行找男朋友 你雖然是在了解 為什麼我對法國不是因為 你吃就是因為 你這樣講聽起來我有法國 我就是要看到這個 不是一個機會 不是放閃 不是放閃 但是這個精彩 這好看 是好看 我試著忘記她 所以我覺得我要認識各種各樣的男生 是是是 然後 剛好她選這隻法國的男生 我朋友要嫁給法國人 所以用這個機會 所以我去參加朋友的婚禮 然後順便玩法國西班牙跟羅馬 是 可是我在這個過程中 一直想著 John Carlo 就是她去法國 看看這個世界有沒有其他很有趣的男生 因為她追我的時候 她很直接跟我說 我想要跟你當正式的男女朋友 我有結婚的計畫 我不是想要玩而已 所以我以後標準拉得很高 就變成 我不想要那種 要曖昧 然後很可愛的 就是跟你互動的那種男生 我覺得很爛 我不要 我要一個很認真的 就是認真 一起考慮未來的那樣的男生 然後後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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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聽起來很精彩 後來 然後我在西班牙的時候覺得 夠了 我就是喜歡John Carlo 所以我就寫一枚給John Carlo 跟他說 我下禮拜要去羅馬 你有沒有一些建議呢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 會不會勝我的氣 是是是 所以我用這個借口跟他聯絡 跟他聯絡 然後過了六個小時 他就發一個非常長的E-mail 告訴我你到了羅馬 要住在哪裡 然後要怎麼走 然後要經過哪一條路 到哪一個廣場 然後就是一個 一天二兩天的所有的細節 我幫他設計兩天的行程 還有要住哪裡 我幫他訂 但是這個時間點 你是還不知道他沒有收到這東西 對 你只覺得說他沒有回覆你而已 但是你還是這麼認真的幫他設計 還幫他訂 我是一個好人 所以你心裡還是沒有忘記他 還是行 而且我一直期待再一次有機會 當然我都沒有放棄 雖然我過了兩年 最終還是用放閃來結束這個故事 我都沒有放棄 而且除了安排這一切之外 我也安排了另外一個小小的經濟 我在義大利那邊的戶頭 剩下的五十塊歐元 所以我投資這五十塊歐元 幫他買花 然後送到他的飯店 所以他下去 我用包的 那這個包庫 然後他還是我送的花 然後有另外一張紙條 說會有一天我們一起在羅馬上步 我整個包庫 所以他後來就是馬上跟我聯絡 所以後來我們開始 所以你說我被騙嗎 是 我徹底的被騙 有很多人對義大利人有這種刻板印象 義大利男子男人 話心 但是我們其實你看 這個過程可以看出我們很忠貞 然後我們很重視我們愛的女人 我一點都不花心 對 我來 我是三個車場 我怕我心臟承受不住